爱护台湾生态的朋友大家好 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也不会做了 长纸冰玉又命云雀鱼身长约13-16公分 展翅26-31公分,重量20-37公克 长纸冰玉的繁殖与头顶和紧后位红褐色 带有黑色的斑点纵纹 脸部有白眉线和褐色过眼线 长纸冰玉背鱼和腹语为黑色有明显的红褐色语源 腹部白色,胸部有黑色和褐色斑点 嘴会西长略下弯,嘴会肌部略成黄褐色 长纸冰玉主要分布于亚洲,在西伯利亚繁殖 冬天会迁徙到南亚、东南亚、澳洲等的渡冬 在台湾是不普遍的冬后鸟 长纸冰玉在台湾过境奇较常见 常在草泽、水田等淡水湿地出现 在海岸,雨温也有机会相遇 观赏及拍摄野生动物时 应保持适当距离 坚持赏鸟初衷 不要捕抓、不要追逐 不要破坏、不要惊吓 不要引诱才是正确的观鸟态度和行为 今日鸟类明日人类 布莱克独木舟生态研究中心 2023年8月3日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